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洛亚报道 中共经济国师称习焦虑、偏执、专家解读 近日,外媒报道 大陆经济学家有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的李道奎称 中共当局应多花钱在人民身上 中共领导人对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缺乏安全感 中共领导人焦虑、偏执等 对于李道奎的说辞,专家这么解读 国师称当局应在人民身上多花钱 专家,中共绝对不会 1月底,彭博社报道 大陆经济学家、常任政府顾问李道奎 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世界观China's Worldview出版 李道奎在书中称 中共领导人对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不安全 报道说,中国经济最近经历了一系列挫折 这些问题使其在全球经济排名中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并助长了大规模股票抛售 但李道奎的书试图表达 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规模仍将超过美国 李道奎的书中提到 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 私营企业与政府的互动 以及为何台湾等话题如此敏感 李道奎在受访时称 他担心的是国内需求不足 中共的政策应该想办法多花钱在人民身上 找到一种推动公共福利的方法 取消消费限制 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传播的三年中 西方国家纷纷给国民发钱 派发福利 鼓励消费等 但中共不愿给老百姓派发福利 对鼓励人们减少储蓄 增加支出的政策变化 例如扩大医疗和失业救济金 也一直持抗拒态度 去年外媒披露 习近平对直接发钱给国人 刺激经济有着深深的恐惧感 其认为促消费的增长是一种浪费 跟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合 对于李道奎称 中共政策应该多花钱在人民身上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李道奎这类人比较聪明 是在中共体制内混得比较好的 他对中共有其个人的看法 观点不会和中共当局完全合拍 但是这位人的发言 主要起小妈大帮忙的作用 这样会显示自己有一套看法 跟官方有意无意 还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这种人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王赫说 李道奎毕竟只是个学者 很清楚其自己的身份 对中共的重大的政策 绝对不会公开质疑的 他表示 中国现在内需疲软是事实 中共只是口头上喊要以内需为基础 为基本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结果是内需搞不动 起不来 但是中共宁可将钱花在搞基建上浪费掉 也不会花在老百姓身上 这体现了共产党的本质特点 就是榨取民之民高 绝对将钱不用在人民身上 中共的财政支出 尤其在民生福利方面 跟西方国家世界平均水平相比 差很远 包括李道奎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中共需要改进一下 李道奎在接受采访时说出来这话 其实是大家共同的认知 当局已经听多了这类的话 所以这不是李道奎的特别建言 王赫说 旅美学者吴作来对大纪元表示 李道奎说这番话不奇怪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体现中共制内也有不挺习近平的人 他说 美国在疫情期间给老百姓发了很多钱 老百姓就敢消费 整个社会正常运转 某种意义上讲 李道奎也希望国家正常运转吧 老百姓都不消费 整个社会就会凋敝 很多人就没有工作机会了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文说 作为经济国师的李道奎 突然呼吁政府应该想办法把更多的钱花在人民身上 这并不是习近平所要的 如果习近平真的考虑民生重视经济 就不会无休无止地折腾所有行业 以至于让中国经济遭受重创 当中国经济面临寒冬时 当民众消费低迷时 就应该及时采纳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向全民发钱 而不是所谓的消费券 李道奎曾经在疫情期间驳斥过美国发钱 地方政府只发消费券 宣称中国找不到真正的穷人 李道奎只惜焦虑 偏执 分析 不奇怪 设访时被问到应该如何看待中共的领导人 李道奎称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焦虑 更没有安全感 更偏执 王赫认为李道奎跟中共高层的接触很多 他非常了解高层的心理状态 认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出这个话不会犯计 也不是一个多大的事情 那么他就这么说了 至于外界怎么解读 那是外界的事情 他与习近平有所接触 他对当局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 认为这个表述并不冒犯习 认为是在说一个事情 他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在于 把拜登和习近平的地位进行对比 觉得习目前的处境比拜登要难很多 他在某种程度上 通过这句话在替习辩护 李道奎想表达的是 拜登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 可能干得更差 还不如习近平 他有这个意思 王赫认为 李道奎说出偏执这个词 有他的原因 作为中共国师 什么话能出口 什么话不能出口 他心中有数 这不触犯很大的忌讳 吴作来表示 李道奎说领导人焦虑 就看怎么去理解 中共领导人把所有的权力 揽到自己身上 搞成现在这么一个烂摊子 他当然比美国更焦虑了 他认为 李道奎说习偏执并不奇怪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为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体现中共制内 也有不挺习近平的人 甚至包括政治局的一些人 已经和习的思想有距离 他们这些人 私下里说的话都是有共识的 蔡胜昆的文章表示 偏执对习近平来说 显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 但是他认为 李道奎的言论 并不意味着习的智囊团队 忍无可忍了 甚至开始造反了 只要身在中国 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 即使是党内高层 谁也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 否则随时可以被贴上 妄议中央 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 经济学家就更不例外 除非李道奎准备跳船 或弃船而去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